这绝对是踢拳历史上最热血的顶级比赛 就在上周末 日本前K1三贯王武尊 打响了自己在万冠军赛的首秀 挑战现任冠军苏博客 而经过了五个回合的激战之后 最终武尊点数高负首秀失利 作为前K1三贯王 武尊绝对是继磨杀度之后 日本本土目前最受欢迎的踢拳明星 而在加盟万冠军赛之后 武尊更是作为东京站的头条主赛登场 直接去挑战苏博客的冠军头衔 早在去年 武尊就曾经和AbimaTV签约了独家合约 每场比赛 他都可以获得高达1亿日元的薪酬 外加PPV分成 可以说无论是日本的本土媒体 还是万冠军赛 都已经给了武尊世界顶级待遇 纵观整场比赛 武尊也可以说是在主场拼尽了全力 但是自身暴露出的几个问题 还是让他输掉了这场出色 众所周知 武尊成为职业选手之后 就一直在K1的旗下crash比赛 之后是征战K1的主赛 因此多年来一直是适应了三个回合的比赛设置 他也只有在离开K1之后 是进行过一场五回合的比赛 而万冠军赛的冠军战是五个回合 因此导致武尊在比赛的后半段当中的输出是明显的发力 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手段 而且在移动上被苏伯克完全破坏 在全场的平均输出量上有一些骨刺失敌 在回顾武尊以前的比赛你会发现 武尊非常善于在比赛中期抓住中近距离的机会 把对手关进绳脚 之后再用疾风暴雨一般的拳法直接打出KO 而这场比赛的第三回合 我们看到武尊也是再次上演的拿手绝技 但很可惜 全场武尊的亮点只有这一次 剩下时间是面对着苏伯克的游走和低扫 武尊确实显得办法不多 只能是用前腿硬吃 其实武尊的职业生产当中只对阵过两位泰拳选手 经验也是有所欠缺 因此这次前腿是吃了太多次的低扫 导致武尊的移动出现了严重的危险 所以整场比赛来看 武尊在比赛当中的风格确实有些过于耿直 不过我们猜想一下 如果他面对的是喜欢正面硬钢的罗唐 那比赛的胜负反而很难说 其实早在之前 武尊与天心世纪之战的视频当中我就曾经说过 今年已经32岁的武尊和巅峰时期 其实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尤其是在经历了双手的手术之后 他的拳法杀伤力已经是远够了一下 而且目前的武尊对于头部的防守 暴露出了很大的问题 其实早在K1时期和军司泰斗 曾经有过一场表演赛 他就暴露出头部防守的艺术问题 如果当时不是采用着大拳套 很有可能在表演赛当中翻车 而这场比赛我们看到 武尊被苏伯克多次采用拳法牵制 也只能全场用脸接拳 如果这一点武尊不去改正的话 碰到重炮级选手的对手 武尊的麻烦会更加 我们看到比赛结束之后 武尊也是在第一时间放出了自己的伤心 他的左腿出现了肌肉撕裂和膝盖骨折的伤心 因此很有可能会尽力长时间的修改 虽然输掉了处子秀 但是武尊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衰败游泳 他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 他和罗唐之间的胜负 其实也是万军军赛主推的看统之一 因此我相信 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两位顶尖T恤选手 在擂台上的巅峰对决